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说这里有药 说早点过来排队 那脆烧的 随便什么都行 这小孩子是发烧了嘛 嗯 然后没有药了 然后就看了一下 大大了一个小柴湖了 对 - 支付的話這裡還方便嗎? - 支付方便的 - 這一盒要多少錢? - 這麼快要一次嗎? 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金頻道 大陸宣佈防疫新十條後,放棄了大規模核酸檢測 現在為了因應疫情最新形勢, 很多地方核酸檢測廳都改建了發熱診療站 - 方便市民就醫,7號宣佈10條, - 現在核酸檢測需求已經大幅降低, - 原本五保一綱、十保一哨的核酸檢測廳即時改變用途 - 根據大陸新京部和中國青年部等媒體報道, - 方便市民看證要求。 - 蘇州市的菇蘇區就將部分已經停用了的核酸檢測廳 - 改為發熱診療站, - 根據報道, - 說他們由體病、拿藥整個過程十分鐘左右, - 是有一個一站式的醫療服務, - 如果真是好似報紙所講十分鐘, - 它是快過澳門的, - 澳門呢, - 因為同大家看過, - 他們排隊的情況都幾係惹的, - 要等好久的, - 同時去到, - 可能未必個個個有約開給你的, - 是叫你回去休息, - 都有的, - 因為之前有很多網友是上網說過這個情況出現的。 - 我們繼續看完這個報道, - 當地的採香一村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發熱診療站, - 在10號開診, - 中心的主任姜玲玲就說, - 將這個核酸檢改為診療站之後, - 可以就近衛館核區裏邊有需要居民及時提供幫助, - 亦都可以針對症狀比較嚴重的居民, - 將他們轉上上級醫院, - 他們認為這個做法可以緩解到現在發熱門診大排長龍, - 還有三級醫院醫療資源指對的問題, - 同時這個診療站亦都允許這些市民為家人代看診, - 如果小朋友發燒, - 藥店買不到兒童退消藥時, - 這些家屬可以去到診療站幫他拿藥, - 而這個將採養屋變做發熱門診的診療站, - 亦都認為可以解決染疫之後買藥難就醫難的問題, - 而這個動作出來之後, - 毛石、安徽、山東、深圳、杭州、長沙等地區, - 亦都有即時跟進, - 而山東省衛健委亦都做出了一個比較明確上的倡議規範, - 要將這些核酸採養庭改作發熱診療站, - 同時亦都發佈了一個進一步優化醫療服務方面群眾就醫的通知, - 他們提倡一點多用, - 各個地方根據需要, - 選擇具備兩個以上採樣庭的核酸採樣點, - 將其中一個改作發熱診療站, - 這點其實澳門都有在做的, - 有部份的核酸檢測站就已經變成社區門診, - 大家的做法都是大同小異的, - 就是講人數分流的問題, - 還有,這樣改作發熱門診是可以舒緩得到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, - 其實最主要都是派藥, - 如果是過度不舒服, - 它就幫你轉介, - 其實要做的事都比較少, - 就是不停派藥, - 而且大陸有些藥廠的產能, - 根據之前其他報道, - 應該大陸方面是有徵用了, - 藥方面應該就不用太過擔心, - 因爲說只是部落分, - 大陸是佔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產量, - 如果所有生產線全部開回, - 24小時停任不停機, - 不停做下去, - 藥物的問題應該都是在近期可以解決得到的事來的, - 現在希望這一波開放的疫情是可以大步濫過, - 這樣大家盡快回復一個正常的生活啦, - 我們就來到這裏先, - 大家看完有什麼想講, - 記得下面留言啦, -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, - 下集見啦,拜拜!